另外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去年故宫有一个工作人员 请一个正在喂母乳的妈妈离开 跟她说你这样做不哑观 结果引发了很多喂母乳妈妈的公愤 之后这个工作人员也被开罚了 而今年四月份在大直美丽华这个卖场里面的一家餐厅 叫做后甲A也发生了相同的状况 就是有一个妈妈投诉 说她去吃饭的时候呢 刚好要喂宝宝吃母奶 当中有一个员工跟她说 你这样很难看 请你去厕所喂母乳 让妈妈觉得十分的不舒服 喂母乳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怎么会难看呢 台北市的卫生局调查之后发现 哦这个员工确实有这样的行为 不过餐厅其实有类似的教育训练 照理说她不应该这样做的 所以后来是只有开罚这个员工个人六千块钱 也是今年第一件 针对驱赶喂母乳妈妈开罚的个案